从整个行业来讲 我觉得它的技术发展 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依赖于 政府政策的行业 政策出台是非常缓慢的 你想知道 你看这个病要花多少钱 但是政府其实是在 2021年才开始规定说 医院至少把这个数据 放到网上 治疗方面 运营这方面 AI也都手于运营的 你有观察到这一块 受到比较多的资本投入吗 我觉得health care 所有的领域 都是在被子民追捧的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美金视角 我是坐标Boston的Alan 那前两期呢 Annie呢 跟我们聊了一下 关于这个AI加医疗 整个方向的应用场景 以及未来可能的一些 不同公司发展的 这个优劣式对比吧 以及给了一些 职业发展的一些建议 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 那这一期呢 其实我们也想要聊一聊 整一个医疗行业 AI医疗行业的挑战和机遇吧 因为首先呢 我观察了一下 这个2023年这个股价 就是不管是这个 United Healthcare 它应该是全美第一大的 这个insurance 就是company的这个provider 它其实在过去的这一年中 股价还算是大起大落的 包括Johnson & Johnson 它这样的一个 很知名的一个公司 它的股价其实也是 还有像Fizer和Moderna这一些 提供疫苗的这些股价 更是直线 就一直都在跌 我也很好奇 2024年会怎么发展 其实我们上期有提过 像英伟达 他认为说 AI医疗正在成为市场的焦点 它是下一个黄金赛道 那所以我们也发现 其实前几天也爆出来 有一个公司叫Novanodics 它会宣布跟英伟达合作 在丹麦建立建造一台 超级的AI计算机 专门用来运行 英伟达的AI技术 来发现新的药物 还有治疗方法 其实它这样的一个携手 也意味着 它的这样的一个 AI医疗的概念 获得了医疗界的 真金白印的支持 其实这样的一些 融资行为 在去年也有可见端 我记得有一家公司 叫Genesis 这家治疗 也是一家发现 Drag的一家公司 也拿到了200个Million的 Dollar的一个融资 其实也有很多 这样类似的公司 所以其实一方面 你发现股市在跌 但是VC或者PE 他们都很愿意去投 这样的一些公司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说 整个医疗行业 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前景 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这一期 就请回了Annie 跟我们聊聊 这一块的话题 Hello Annie Hello 北美金视角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Annie 我又来了 能和听众朋友 再一次简单的 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吗 好的 没问题 我是目前在 Healthcare Tech 然后是高级总监 然后主要是致力于 使用大数据 去产品化一些 Clinical大数据的 这个工作 那我本身是在 这个行业 也是Healthcare 待了很多年 一开始的时候呢 在Gel公司也待过 然后在大的 一家这个医疗健保行业 也待过很多年 然后最近是来到了 这个Healthcare Tech 在一家创业公司 对 那您对之前的这个股价 这个很多医疗股大起大落 这个原因 我没有所耳闻 比如说United Healthcare 这个group 也是很多人的 这个Healthcare的 这个interest company 那为什么 过去这一年 价格这么起伏不定呢 对 其实我们观察到的 就是大部分 这个很多 这个Medicare Advantage的 这个医疗保险公司 股价都有 不同程度的下跌 United Health Group呢 可能是比较明显的 它在去年一年 可能大起大落 还是挺明显的 包括从股价最高 可能甚至接近五百五吧 然后现在可能是四百五上下吧 然后包括四月初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 就是四月初的时候 有很多大的 这个医疗保险公司 是有非常大的股票的跳水 除了United Health Group之外呢 还有这个Elevance Health 就是Antham Antham的股票 在四月一号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 基本上是下降 是在百分之五上下吧 然后甚至有超过百分之十的 然后像Sentim 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下降 那你可以观察到 就是说这些股票呢 大部分是 当然有两种了 就是第一种的原因呢 可能是主要是 还是后疫情的一个原因吧 就是像United Health Group 它的一个大起大落 其实就是在疫情后 其实疫情期间 你可能也有所关注 就是很多医疗股的这个股价 都是有所增长的 因为疫情期间呢 从疫情这个爆发到疫情期间 很多时候是 一个是医疗的需求 是比如说药的需求 像这个Vaccine啊 这些的需求是很明显的 但另一方面呢 从保险公司来讲呢 它的实际的运营成本 是有所下降的 为什么呢 因为医疗保险公司 它很多城堡的那些 就是可做可不做的 这些手术啊 在疫情期间都不让做了 所以在疫情发展的 这个两三年之内呢 有很多这个可做可不做的手术呢 是没有做的 没有做呢 导致医疗保险公司 它不需要付这个手术费 所以呢 从他们这个bottom line来讲 它其实就表现的 还是不错的吧 所以很多这个 earnings per share 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 疫情恢复之后呢 对于非必要的医疗呢 就开始有非常明显的使用 包括 非必要做的那些手术 就是积攒了那么多年 没有做的手术 突然开始猛增了 然后很多公司 就开始预期不够了 然后所以预期不够 导致就是 它的这个profit margin 有所就是蚕食 也是很多公司 在这个过程中有这么 比如说突然一下 哪天哪个公司说 我的这个earnings per share projection要向下来了 我的这个不能发的股息变少了 因为我这个非必要医疗的使用猛增 然后我就不能发那么多股息了 然后可能就会有这么一个猛跌的过程 然后另外就是4月初的这一波大部分的公司都在跌的呢 这个主要是跟这个medicare advantage的这一块业务有关 就是任何做medicare advantage的这个医疗保险公司 在4月初都可能不同陈述的受到了影响 主要还是因为cms就是center of medicare and medicaid 是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这一块 它是一个政府的这个监管机构 这个监管机构呢 它其实是最终去支付这个所有的这个老年人的医疗费用的这么一个政府机构 那这个政府机构呢 因为它是支付者最终的支付者 也就是说医疗保险公司是先支付了 然后最终的支付者是政府 但是政府的这个机构呢 每年它都会做一个就是预算说 我这些比如说这些手术啊 这些测试啊 我会付多少钱 它都会有一个它自己的基准 那么在4月初的时候 它决定这个整个的基准费用是稍稍有点回落的 这个稍稍的有点回落呢 是平均下来大概是0.2%的回落 但是你知道0.2%的回落是有多大的影响呢 就是简单来说 政府给这个医疗保险公司呢 基本上是反映在它的这个营收上 那比如说United Health Group 它的营收一年可以达到300个Billion 就是多少 3000亿对吧 它如果达到了300个Billion的情况下 你百分之 当然它不是全部都是Maticare 但假设它是一半是Maticare吧 那也有150个Billion每个美金的这个营收 是受到这个0.2%的这个降低的影响的 那这个0.2%放在那个150个Billion的 这个上面就是非常非常大的 等于它的整个的营收是普降了 那么0.2%一个百分点的 那这个公司的这个最终能发出来的股息 一定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说这个大部分的公司的股价都下降了 甚至超过5% 有的是10% 就在4月初的第一天 对4月1号还是2号的时候 对 那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一定很好奇 就是说在未来 假设我已经吃了我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看待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医疗行业的趋势吧 或者说是未来的挑战 特别说是技术方面的 你会怎么样看呢 其实我觉得看这个医疗 如果你是对医疗投资这一块很感兴趣的话 其实我们需要关注的几个点 就是它的技术发展 其实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可能的挑战 所以说我们需要关注的几个点 一个就是regulation 因为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在4月初的时候 就因为这个CMS的这个新的这个payment rate一出来 然后导致这个整个的opline 就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降低 导致股价的降低 所以你一定要去关注这个行业的一些新的动态 新的这个regulation 就是它的监管的一些动态 而且呢 从整个行业来讲 我觉得它的技术发展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 或者说它的创新性是有一定滞后性的 也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regulated的 就是非常非常依赖于政府政策的这么一个行业 而且呢 政府的政策你也知道的 政策出台是非常缓慢的 就是有的 有的东西可能听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啊 就比如说我们说你去看病 你想知道你看这个病要花多少钱 这个是一个非常 你感觉非常简单的事情啊 但是政府其实是在2021年开始要求的是医院提供这个price transparency 就是告诉他来过来就医的人 或者说至少把这个数据放到网上 让人可以去抓拿这个数据说 比如说你做哪个手术 医院健保公司的合同价是多少 就光是这个事情 也是2021年才开始要求医院去上传到网上公开这个价格 就是price transparency 然后2022年中才开始要求健保公司提供 比如说因为你自己是有公司提供的保险这叫commercial 那也是2022年中才要求的提供的这个price transparency 要求健保公司提供price transparency 也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你去看病要花多少钱 基本上是近几年才开始有的这个政策 也就是说在那之前 就是不需要提供 不需要把这个东西就是放到网上 让大家都知道 包括甚至前段时间比较热门的叫no surprise billing act 也是2022年才开始实行的 就是你知道no surprise billing 就是大家的可能都是有体会 去医院然后做个手术 有医院费 有这个医生费 然后可能还有麻醉师费 就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 他都有他都会跟你收一笔钱 但是呢这个东西就导致了 有的时候你去到那里的时候 那个医院是健保的 你的保险公司保的 但是医生是保险公司不保的 或者是医生和医院是保险公司保的 但是麻醉师是保险公司不保的 就导致不保的那一部分可能是 就是对你来讲是一个surprise 当然不是不是happy surprise 就是是一个不太开心的一个surprise 那有的时候就需要病人自己来承担 但是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因为你在医院 特别医院发生的一些费用 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这个其实我们在北美的听众 肯定都深有体会啊 就是一开始是不知道 看个病需要多少价钱的 但我最近发现的确 会告诉我一个大概的估价了 然后而且 但是可能国内的听众朋友 就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国内的整个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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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比较透明的 他会一般都会告诉你多少钱 当然听众朋友也可以纠正我 对因为其实这个就是跟中国跟美国这个医疗的这个体系有非常大的差别 就是有关嘛 因为中国的医院 他也是就是你你付钱是直接付钱给医院 他虽然有这么一个保险 但是保险是基本上是怎么说统一的 就是当地政府统一的 所以他其实所有的定价就是政府出他一个统一价 然后就结束了 但是呢 在美国比较复杂的是 首先你付钱的时候不是直接付给医院 而是医院先要求保险公司付完之后 你才能付钱 所以当你要你想要知道自己能付多少钱 或者说你想要去去看这个医生 但你你你必须得确保这个医生是你的保险公司去去保的 承保的 然后所以就是这个过程中 其实大家都发现了很多inefficiency 就是很多效率不高的地方 但是没办法政策出台就是比较缓慢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在技术革新这一块 这个行业是比较缓慢的 也是因为大部分的时候你没有一个 就政府如果没有一个政策规定吧 你可能也很难要求所有的健保公司都提供同样的这个服务 或者是都提供把所有的东西都明确做不到 所以政策呢出台缓慢也导致了很多这种早该有的服务 可能也是最近才开始有的 然后这个是可能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因素吧 就是说它的一个挑战 那如果说你非常关注医疗这一块的话呢 你可能就是要多看一些政府出政府政策 包括如果你特别喜欢投这种医疗保险公司 那你就要看他如果特别如果是这个保险公司 有非常大的比重是在这个Maticare这一块 就是老年人的保险或者是Maticare的这一块 那么一旦是这个政府规定的这些什么老年人的保险这一块的话 那随便政策一出台新的政策新的价格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可能就立马就会反映在股价上 那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也是挺多听众朋友关心 就是我们的信息 我们的个人的数据会被泄露吗 就是医疗数据 因为你上一期提到了说 拥有数据的人其实在整个行业里边是比较有话语权的 他在AIF技术方向的这个发展 那数据在各个不同的企业或者机构之间到底是可以分享的吗 我们作为患者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吗 然后这个会影响整个医疗行业的AIF发展 对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 就是其实数据就上一期也有浅提到一下 就是说数据其实是在这个行业有决定性作用的 但是这个数据是非常难以达到的 为什么呢 首先是你的Personal Health Information 就是PHI这样的数据是有非常非常的隐私 数据隐私保护的 这个在美国是一个特色 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跟Privacy非常的有关系 然后特别是医疗方面的数据 这个隐私保护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然后现在目前能够实现的大部分的这种数据互通呢 都是在不知道个人的前提下实现的 就是说把这些数据相当于你本来叫Elaine 然后把你变成Annie 把Annie变成这个Selena这样的 就是把这个名字互换 或者甚至就是mask掉 然后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名字 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人的具体的住址 或者是什么ID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可能知道大概的 比如说state呀 就看你的数据能有多多精准了 就是可能大概能知道一个state 然后能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能能做到这样的数据互通 然后另外一种数据互通呢 可能就是因为目前就是除了 我们上一期也提到嘛 除了这个claims的数据之外 还有这个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就是病例的数据 也是同样的就是数据的互通需要 在不知晓是具体是什么 病人得了什么病 做了什么手术的情况下 可以实现数据互通 并且那个数据在互通的过程中 它可能对数据处理的要求也比较高 因为其实病例数据 我们之前也提到 它是一个非常长的那种 就是语言类的数据 比如说大部分的都是医生 我说我问了这个 他说他说了这个 然后就这种数据 你是非常难以就是直接去使用的 你必须要把它standardize 必须要把它就是具体有什么东西 给它拎出来 那么这个除了在除了互通是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挑战之外 还得要有一定的这个专业的模型 去把这个相关的数据给它拿出来 然后呢 怎么样能够实现互通呢 其实近年来是有这么一个叫 不是近年了 这个可能也很多年了吧 就叫HIPAA standard 这个HIPAA standard呢 在美国就是说 它是规定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实现数据互通 就是说我能知道 这个病人具体是谁 而且他做了什么 但是这种这种情况只有在什么情况呢 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医院的医生 你是一类 你是另外一个医院的医生 我们共同看了 共同需要去针对一个病人 去实施确诊 或者是去诊疗相关的 那么你是最开始接手那个病人的 而我是第二个接手病人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数据是可以直接 不需要通过病人的首肯 就可以互通的 就是说我作为第二个接触这个病人 我有必要知道他的病史 我才能够更好的实现 为他服务 那这种情况下 我是可以直接拿取数据的 除此之外 所有的 好像可能还有其他的两三种 应用场景吧 比如说 我是为了实现能够帮这个病人付款 或者之类的 我是可以得到这个病人的数据的 但除此之外 基本上是不可以知道 这个具体的病人是谁的 所以其实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为什么之前我们也提到 就是在 Healthcare Tech这一块 创新领域 基本上最重要 就是很多 很多新的startup 喜欢在这个Post-A-Q Care Management 或者是Cordination of Care 这一块去实现 就是因为 他可以拿数据 因为如果我是为了帮助 比如说Post-A-Q 的这个patient 他在医院 做完手术 他需要去Skill Nursing Facility 过程中 我是为了实现 他能更好的去到 那个Skill Nursing Facility 他就能拿到这个数据 因为他是为了帮助这个病人 他不需要病人的时候 可能就能拿到 所以其实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创新 创业公司 他在寻找这个痛点的过程中 他也是 会选择那种 可以拿到一些数据的 这个痛点 这样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 在这个行业去发展 因为他至少有一个数据 作为支撑 对 说面临的挑战 一方面是您讲的Regulation 还有一方面是这个数据的 可通行性 还有什么是您没有提到的 或者是需要被注意的吗 其实第三点就是 我们可以简单又回顾一下 就是上次我们有聊到过 就是关于这个医疗本身 对于专业性的要求非常高 所以其实他的另外一个挑战 就是包括你在看 如果你在看新的这种创业公司 或者是科技公司 你想要投VC 想要投PE 那么你其实更多的要关注 就是这个公司 有没有足够的医疗专业知识 他有没有足够的医疗专业人才 在他的创始过程中 可以有话语权的 因为医疗本身 确实是对专业性要求非常高的 然后在做决策的过程中 一旦有失误的话 对人就会有非常切身的影响 你肯定是不想做那个10%的 对吧 你希望是他能把他的那个 就是错误率减少到0.0001% 对吧 所以从这种情况下来讲 你的专业性越高 他一定是能够更能实现 他想要做的这个事情 然后 像之前我也有关注到 像United Health Group 他就是前段时间也是 因为他在post a cure这一块 就是这个有一个病人 需要去到skill nursing 然后在skill nursing 又待了一段时间再回家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United Health Group 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是 就是决定 决定这个patient 在transition的过程中 可能某一些的服务是不必要的 然后他就认为 不需要提供这个服务 然后后来这个病人就 把这个United Health Group 告上法庭了 当然这个例子 不知道谁对谁做 因为现在还没有 具体的一个定论 但是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其实就是 也不能说 他就决定的不对 但是这个过程中 就是如果你真的遇到 这个事情 你一定要有非常多 就是非常solid的 这个专业的人 来去把这个理由讲清楚 为什么我们当时 是这么做的模型 或者说 为什么我们当时 就是觉得需要 或者不需要 这个是有专业性 这个专业性就是 他能给这个 不管是startup也好 或者是医疗 大的医疗公司也好 他能为这个案例 或者每一个案例 去做背书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关注的话 可能这一块 就是一定要关注 就是说 他有没有专业的人 去做这个背书 嗯嗯 的确 就是也就是说 听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在 投资一些医疗股 特别是注重于技术发展 或者说 它的核心估值 是技术发展的 这些医疗股 或者医疗startup的时候 是非常需要关注 这个技术革新 还有数据分享 特别还有这个 政府的这个政策 这一方面 其实它都会很大的影响你 啊 你手上的这一只 医疗股票 它的这个技术领域 未来的发展 以及它本身的 未来的这个走势 啊 那我们再说回来 其实之前也讲了 很healthcare 它股价原因 我们也之前分享 关于英伟达 他投资这个 啊 和这个 啊 nova nodex 合作的这个事情 其实我 我也 我们也都发现了 关于制药 这一块 其实是比较受到 啊 资本追捧的 但其实上一期 我们也讲到说 关于在治疗 整个治疗方面 这一块的AI应用 还有啊 在运营这方面 AI也都是有运用的 这一块啊 资本 您您有观察到 这一块受到 比较多的资本 啊 投入吗 还是说主要资本 投入的都是关于 啊 主要关于制药 研发这一块的内容 你觉得这一块 是泡沫吗 为什么突然就火了呢 嗯 这是一个 其实是很多个问题啊 那我们先讲说 就是资本 到底在追捧什么 我觉得healthcare 基本上 所有的领域 都是在被资本 追捧的 就是 呃 可能在 我觉得可能十年前吧 就是biotech这一块 就已经是资本 比较追捧的 这个领域了 但是像我们之前说的 关于这个 如何去减少 那么水的burden 在运营方面 然后 其实 现在的资本 追捧 越来越多 而且我觉得可能趋势 趋势来讲就是 呃 我觉得biotech 它的资本 追捧不会降低 因为 呃 治疗 就是 治疗这一块 永远是 就是永恒的主题 因为我们都需要 药才能治疗 但是呢 与此同时 我看到的是 其他方面的 呃 这个healthcare tech呀 包括创 创业公司呀 它是越来越受到 资本的 追捧的 包括 呃 像我们上一期 有提到的 这些运营方面 帮助解决 运营上痛点的 这个非常nichi的 一些startup 还有包括这个primary care 就是呃 特别是在远程医疗这一块 因为远程医疗就是呃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说美国的这种primary care 就是这种家庭医生 基本上是一个分整的作用 就是说 它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非常基础的 简单的日常的 但是其实在呃 就是呃 专业医生上面 要专业的专业的事情 有专业的医生来做 那么virtual的这种primary care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你就不需要去约一个医生 因为你约个医生 可能要等很久的时间 你直接就是 嗯 简单问一下 这个virtual的这个呃 医生 然后确定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其实就很便宜 包括amazon也往这方面偷钱 然后包括很多专业的这种VC的投资者 也非常喜欢这一款 然后就是普通的 就正常的这种provider 就是呃 包括就是在 像我们上一期有聊到CBS 他其实也是有买一些啊 primary care这种公司 叫Oakstreet Health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呃 就是直接他本身就是医生 然后呃 就是他本身就在这个领域 然后他把这些医生买 买过来做一个 呃 等于供应链上的这种呃 上下游把它打通 对 整合 然后就可以让你的运运上更加的流畅 然后让你的数据分享也更加流畅 让解决掉之前的一些痛点 所以很多VC也关注这方面 这方面 然后很多很多这个本身的大的医疗健保公司 也喜也喜欢投入在这方面 然后呃 其他的就是呃 包括一些就是电子产品啊 就是比如说呃 这样Apple的这种啊 就是智能的watch啊 或者是一些medical device啊 就是那种portable的medical device 像我之前有了解过 那个呃 GE 比如说GE就就有做过 GE Healthcare就有做过那种呃 直接可以carry的那种 就是手拿的那种呃 就ultro sound的device 就是直接可以呃 就是到你的家里 或者是呃 就在路边弄一个车 然后就跟你就可以上来做ultro sound 就是就这种的投入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总的来讲 我觉得可能资本是从以前非常关注biotech 到现在是百花起放 大部分就是各各个医疗的各个领域 都有非常多的资本关注 那你觉得这一些投资会是泡沫吗 还是说你觉得大部分都是有真实的 有助于未来这个医学方面的发展 你会觉得是一些金融骗局吗 我觉得我不觉得这是泡沫 就是因为医疗本身 它是在美国的GDP是占比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每年都在上升 这一块它是急需要变革的 而且这个变革呢 不能只靠就是传统的医疗公司 不能只靠政府的政策 像我们之前也说了 传统的医疗公司 它的技术革新是很缓慢的 包括政府政策的出台 它的出台也是非常缓慢的 所以呢 这个行业它就是非常需要disruption 所以这个资本也是在这一块 投入这个这么多钱 就是愿意百花齐放的原因 我认为也是因为 他们发现了这个行业非常需要disruption 然后现在的这个体系不足以支撑 它完成变革 对 对其实刚刚那个泡沫这个信用的不太对了 其实我觉得更合适的是是噱头 就是有因为AI加医疗 然后拿融资嘛 其实我不知道说这样子算不算是噱头 但是听下来的话 如果说这个行业急需打破重立整合 或者有个新的一个发展模式的话 那的确也希望金融能够改变这个 让这个行业变得更好吧 因为我记得之前是有一本书上说 金融最好的金融是应该像水一样 去浇灌到每一个稻田里的每一个草 让它们都灼壮生产 低一些的草就能灌高到更多 就它会起到一个就是说润万物细无声的这种作用 所以也希望说能够让医疗整个行业 有新的这个发展解决 我们之前讲的就很多的这个挑战吧 那节目的最后 跟我们聊了三期关于医疗的内容 还想跟听众朋友们聊的吗 其实我挺希望见到更多的人才进入这个行业 就是像我之前说的 其实想要进入这个行业有很多种的路径 但与此同时呢 这个行业也真的是非常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来到这个行业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经验的话 真的是确实是可以考虑来到大的这种医疗保险公司啊 或者是其他的health care的公司 把你的技术带到这边来 成为这个disruption 因为像你之前说的这个VC投资资本追逐这个医疗行业 或者health care加AI是不是一个泡沫 或者是不是一个血头 我之前也有看到一些数据研究 就是在这一块的VC的 其实回报率基本上是能达到从平均上来讲能达到17 8x 就是17或者18的这么一个倍数 其实是很高的 当然你从average或者是从media的角度会有一定程度的不一样 但是总的来讲这个行业 我知道就是说特别2023年可能因为这个会打个折吧 但是你打个60%其实也是属于一个非常好的行业了 就是说这个行业还是有很多很多发展机会的 然后加上本身行业在技术革新上是比较落后的嘛 所以说你们来了就能帮助我们更快的进行迭代和革新 然后作为这个行业的领路人 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其实挺不错的一个方向值得关注 对 非常谢谢你的分享 也希望说今天所有分享的内容能够带给听众朋友们大家一些启发吧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 希望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订阅以及分享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 跟金视角聊人生 感谢您的收听 请在各大播放平台和公众号上搜索金视角订阅我们的栏目吧 金融的金 事件的事 角度的角 一键三连从我做起 我们下次再聊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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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